我是古阿末 我今天要來說的是超能追氣的故事 那天在主角國的小鎮上 一群小混混駕著小紅鞠經過一處山路時 車上帶頭的小鞠就停車衝下來 攔住路邊一個走路一博一博的流浪漢問道 為什麼我不認識你 這小鎮那麼小應該沒有我不認識的人 你誰 欸不理我還繼續走是什麼意思 那麼不給面子啊 我誰你知道嗎 啊啊我身體裡怎麼忽然好熱好燙 然後我就被燒死了大家掰 從車的小鞠三個朋友過來看他掛了 就害怕的一邊說著 小鞠掰 一邊打電話報警 讓警察來將疑似害人的流浪漢 抓回警局審問室做調查 當地警察局長也立刻 找了心理學家女主角來警局說 審問室裡的人是魔王國來的男主角 多年前好像為了尋親來到我們主角國 並在主角農場引發一場火災命案後 人就消失了 可能一直躲在小鎮邊的樹林 直到現在才被我們發現 你先進去嘗試看能不能讓他解釋狀況 不然他一直躲在角落什麼都不說 而女主角進來後很快就用美貌 說服男主角乖乖坐在桌子前 說明來龍去脈 這才得知原來孤兒男主角多年前回主角農場 尋找生父母 卻沒想到一來身體就劇痛昏迷等醒來時 周圍一片大火 然後他就發現他獲得超能力 可以用念力讓周圍東西燃燒 小鎮就是被他弄得內臟自然而亡的 接著他以雙手煮沸桌上杯中的水 還點燃了桌子想證明自己所言不假 反正前幾年他都不知所措躲在森林裡 剛剛出來找物資才發生事情被抓 然後重點是他並不曉得怎麼收回超能力 像此時審問室就快被他燒了 女主角聽了立刻分析出你是情緒激動時才會放出這種超能力吧 所以保持冷靜就能控制超能力囉 之後魔王國派特警來將冷靜的男主角 瞬間用麻醉真麻昏運上直升機打算再回魔王國 查清他身上的來龍去脈 自己國家的人只能自己國家來查 但直升機上天後男主角忽然醒來發現自己被抓 就緊張的不小心召喚出閃電風暴 直接把直升機電到墜毀 沉入下方湖中所有人都被淹到失去意識 此時男主角發現 哇靠老子可以在水裡呼吸 於是他跳起來 將旁邊的特警隊長救回岸上 因為只有隊長是女的必須救 救完人後男主角就步行回主角國小鎮上尋找女主角的蹤影 想問他我現在該怎麼辦 女主角則是先在他回朋友的深山小屋躲藏 順便幫他聊傷 因為他身上有非常多高溫灼傷 所以他才總是隨時依附身體很痛的樣子 走路也走不好 聊完傷後女主角想了一下才勸說到 讓我開車在你回警局自首吧 你不可能就這樣永遠躲起來的 來走前抱一下 祝你好運 什麼你竟然不自覺的在我們周圍下 彩虹小雨好浪漫喔 你真的可以控制天氣耶 你不是煩人吧 感覺去警局對你也沒幫助啊 警察幫不了你 不如就讓我開車陪你去你說的 主角農場尋找真相吧 看看那邊有沒有什麼 當初激活你超能力的線索 另一邊特警隊長醒來後就回醫院 一邊治療一邊把主角國警察局長找來說 我剛剛親眼目睹男主角在天空 召喚風暴把我們電報 所以你現在得立刻帶人 將他抓回來看管 不能放任這種人亂跑 等等他失控用超能力 害死一堆人怎麼辦很可怕啊 此時女主角正在公路上操車 操得有點刺激害車上的男主角 有點緊張啊 他情緒一不穩超能力就會失控 就放出一堆閃電把車子電爆 害他們倆只好下來 拜託被操的卡車司機載他們一程 但經過一座吊橋時 主角國警方似乎已經查到他們動向 在喬另一邊設下防線 攔住他們要他們下車投降 卡車司機見狀想說關我屁事啊 於是立刻棄車逃走 男主角則是先親了一下心儀的女主角告白 在下車乖乖投降想說別造成大家困擾 但女主角卻跑下車一直大喊 槍槍很可怕警察叔叔 快放下槍槍有話好說這裡沒有壞人 阿拿槍的警察見了 想說這女的是智障是不是 在槍口前晃來晃去 很擋視線啊 所以將他壓倒在地 結果男主角 看到自己心儀的女孩被人壓在地上 就氣得不自覺在天空 召喚出閃電風暴 一時之間雷電交加 大量閃電還往他身上聚集 任他擺步 旁邊一個警察看到這個狀況 還不逃還在廢話說不准動 然後他就被閃電電成渣了 此時現場畫面非常驚人 沒人想過有人類可以操控閃電 這張現場的警察局長 特警隊長都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附近為關的居民 也以為神仙降臨紛紛錄影上網分享 然後男主角 可能剛學會玩閃電玩到脫離就昏了過去 警察局長一看立刻跳出來 跟女主角說快把他抱上車 讓我開車載他去醫院治療 我一直相信有神仙的存在 如果男主角跟神仙有關係的話 我不希望錯過幫助他的機會 他跟主角國警察局長的想法剛好相反 魔王國特警隊長倒是打電話跟高層回報說 男主角這種人必須消滅 也不然幾天後可以想像 所有追尋神仙存在的人 肯定會跑來追隨他 那樣人類社會的秩序 肯定會崩壞害死很多人 之後男主角到主角國小鎮醫院做治療 這的醫生們也想詳細檢查他的身體構造 但檢查儀器 讓男主角不太舒服的情緒失控放出閃電 造成整個醫院停電害醫護人員 無法用電擊器 幫一個心臟剛停止跳動的小男孩做急救 男主角聽聞此事直接跑來 親手發電讓小男孩心臟恢復跳動 這一幕看在周圍的人眼中 完全就像是神仙降臨復活凡人 接著警察局長動用主角國警力 要送男主角去主角農場尋找線索 一路上一堆人也真當他是神仙轉世 跑來說要追隨他 而來到主角農場後 男主角發現有個地塊 他一站上去就想下跪 警察局長則是帶人將地塊挖開 發現下面是一個古遺跡 裡面牆上一堆古文字 依現在考古學知識來看 大概表達的就是 男主角是雷神之子轉世 現場還有一個寶箱 裡面放著雷神套裝 男主角將裝備穿起來 拿起其中雷神吹 發現果然能輕鬆掌握閃電了 他走回地面 想跟在上面等待的女主角分享這件事 微觀的百姓則是激動的 都喊Oh my God了 但魔王國特警隊長 帶著一批特警趕來 打算以男主角持有吹之武器 是危險人物 必須除掉為由開槍射殺他 結果特警狙擊手 狙狠不準 射中了剛好往前走的女主角 男主角看到正向他迎來的心儀對象 就這樣領便當後 便憤怒的變身成大魔王 然後抄起雷神錘 召喚暴風雨 控制滿天閃電 打算用閃電 消滅眼前所有害他失去幸福的人類 狙擊手開槍想打他 可是子彈一靠近他周圍 就會被他的護身閃電粉碎 根本傷不了他 於是最後故事就在 周圍的凡人紛紛逃跑下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 我想這個故事 可能是農場宣傳片 還在懷疑自己是雷神的後代嗎 那現在就來農場旅遊 就有機會激活超能力喔 可可